大卫是一名退伍老兵 现任职伦敦警察厅要员保护组武装行动指挥官 休假的他 正带着两个可爱的孩子回家 就在列车中途停靠的时候 他注意到站台一个男人 打完电话 直接拔出电话卡扔掉 行踪非常的可疑 列车继续行驶没多久 车上的乘务长来来回回神色紧张 然后又在卫生间门口驻足查看 职业的敏锐性让大卫觉得有事发生 委托邻座乘客帮忙照看孩子 起身找到乘务长表明身份 一系列专业的操作让乘务长幸福不宜 然后紧张地告诉大卫 伦敦警局发来警报 怀疑车上有恐怖分子要炸毁这趟列车 然后让我们在一个废弃车站停下 交给他们接手 但是还有七分钟车程 恐怕不到车站恐怖分子就已经动手 大卫迅速分析 恐怖分子现在在卫生间 但他不会在那儿引爆炸弹 而是会在车厢引爆以制造最大伤亡 要了乘务长电话 希望他听从自己指挥 大卫决定先行处理 此时伦敦警方已经抵达废弃车站 严阵以待 来到卫生间门前 他打通了乘务长电话 告诉他要冷静 配合自己 如果减速停车 恐怖分子会察觉一样 恐怕会提前冲入车厢引爆炸弹 卫生间旁边就是车厢门 听到我说 打开你就打开 乘务长神情紧张 手放在开门按钮前等待 大卫神经紧绷 只带罪犯出来 便将他踹出车门 只是排转变 门把手转动 车厢门此时也一打开 就在开门的一刹那 大卫收回想要踢出去的脚 一个普通的中东男人走出卫生间 大卫跟在他后面 跟乘务长描述了 他的外貌特征 该男子似乎没有威胁 让乘务长将这些信息 上报给警方处理 然后转身 准备确认卫生间 有没有被安装炸弹 门一打开 大卫心跳加速 一个头裹黑砂的中东女子 身上绑满了炸弹 只要按下手中开关 那么附近几节车厢 肯定会被炸毁 为了安抚女人的情绪 他说自己也参加过阿富汗战争 见过战友被杀死的场面 其实这不过是政客的手段 这些大人物不会留一滴血 却让你我这样无辜的人前去送你 大卫拿出手机 给他展示自己的两个孩子 表示火车还有很多无辜的生命 包括孩子 交谈中得知 女人是被丈夫安排的自杀袭击 大卫说你已经被洗脑了 你丈夫也是 你只是一个被利用的无辜女人 这种牺牲毫无价值 此时车已到站 反恐特警已经上车 大卫看着惊恐万分的女人 不想她就这样毫无意义地送死 于是向女人保证会一直陪着她 警方狙击手已经就位 大卫情急之下 用身体挡住狙击手视线 在大卫不断努力下 女人的心理防线一点点松开 配合拆弹专家放下了引爆开关 就这样 一场恐怖的炸弹危机被大卫解除 大卫带着孩子回到家 他对付得了敌人和恐怖分子 却无法经营好一个家庭 从战场上回来后 大卫患有战后应激创伤障碍症 他和妻子小维已经分居 婚姻名存实亡 只靠着孩子的存在 维持着两人关系 第二天 火车遭遇炸弹袭击事件迅速上了新闻 由于大卫的出色表现 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伦敦警司司长表扬了大卫 然后给他升了职 安排他从明天起 带队贴身保护英国内政大臣朱利亚 大卫回到家 查询朱利亚的资料 赫然发现 这是一名手段强硬的激进政客 自己被送往阿富汗战场 正是拜他所赐 一时间大卫心情很复杂 但是工作就是工作 第二天 大卫换上专业的保镖装备 迅速投入状态 第一次见到朱利亚 典型的女强人形象 形色匆匆 气场高冷 大卫建议以后走地下停车场 朱利亚冷漠地离开 大卫第一天上班 仔细熟悉环境 认真观察周围每一个人 送朱利亚回家 大卫要求换一条路线 朱利亚头也不抬 否定了他的建议 回到家 大卫仔细检查房间 朱利亚已经很疲惫和不耐烦 朱利亚坐下就开始查看文件 看到火车炸弹事件报告 大卫的名字出现在文件里 朱利亚在得知是眼前这个保镖 化解了一场巨大危机之后 态度马上缓和 起身向大卫道歉自己态度不好 第二天 朱利亚即将上电视接受采访 随身秘书毛手毛脚 将咖啡撒了他一身 演播即将开始 没有时间回去换衣服了 大卫马上上前 脱下衬衣给他换上 穿着大卫还带体温的衬衣 朱利亚留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表情 没想到冷俊如机器人的大卫 也有这么贴心的一面 晚上回家 大卫看着电视里的朱利亚 他在声称自己对外作战的行动完全正确 大卫作为战争的受害者 想到战死的队友 自己的战后综合症 还有因此导致的家庭破裂 愤怒的情绪再次被激发 秘书不出所料被开除 大吵大闹 大卫有礼貌地上前安抚 很尊重地带他下楼 目送他坐上一辆路虎离开 这个秘书这个车 其实背景复杂 影片后面还会出现 朱利亚出席会议 场外被他身为党编长的 前夫罗杰拦住 质问他为什么老是跟首相对着干 是不是有野心想取代首相 大卫打断二人提醒要进场了 朱利亚投来赞许的眼光 大卫来看孩子 却被妻子小微告知孩子 送去朋友家过夜了 然后大卫得知 昨晚有男人来过夜 听到消息非常绝望 轻金爆起 但是仍然强忍说出本片 最美的情话 下班后 大卫找到阿富汗退伍战友巴脸喝酒 巴脸得知他现在的工作 是保护政要 非常不理解 认为就是这群混蛋 随手在办公桌上签一份文件 成千上万个士兵就要送往前线 有的永远不能回来 有的即便回来了 也像他俩一样 满身疮痍心里遭受打击 大卫不知可否 一直静静地听着 大卫在车上接到妻子小卫电话 有阅读障碍的儿子 一直申请不到特殊学校名额 小卫一直在抱怨 朱利亚默默记在心里 国安局局长老安告诉朱利亚 接到准确情报 恐怖分子将要袭击伦敦一所学校 而这所学校 正是大卫两个孩子的学校 朱利亚一惊 老安说 这是针对性很明显的报复行为 因为大卫阻止了火车炸弹案 至于他们怎么获得大卫的信息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 大卫自己未能保护通讯信息 第二 警方内部有内鬼泄露 最后二人决定 暗中保护学校 以免恐怖分子察觉 改变目标不好应对 由于二人经常私下碰头 已经引起国家反恐部部长老迈心声不满 接下来高层会议 伦敦警厅反恐厅长安妮 由于在火车炸弹案 没能获得新的突破 朱利亚很不满 决定让国安局插手联合侦破 遭到反恐部长老迈和安妮的反对 因为开了这个先例 会大大削弱反恐部门的权力 三人针锋相对 由此看出 各派势力暗流涌动 在老迈的强硬坚持下 朱利亚放弃了这个主张 伦敦反恐厅长安妮接到消息 通过警方监控通讯 几个恐怖分子正在行动 目标尚且不明 已经派便衣警员暗自跟踪 这时 警员发现恐怖分子换了一辆箱式货车 不知道是否有炸弹 安妮下令 附近防弹警车前去支援 如果嫌弃人没有主动停车 可以强制破停 允许开枪 警员远远跟踪 突然货车加速拐弯 显然跟踪已经被发现 货车前进方向正是一所学校 安妮下令紧急破停 这边警员马上民警敌追赶 超车想要拦停货车 奈何蹲位差距 货车撞开警察继续前进 加速开往小学 老师也远远看到冲来的货车 立刻带领学生回教室躲避 紧急关头 防弹警车赶到 堵在货车前面 特警下车射击 货车失去控制 撞向路边车辆熄火 特警和随后赶到的警察 小心翼翼持枪上前查看 只见货车的驾驶员 已经奄奄一息 但是驾驶员突然诡异一笑 然后 货车就剧烈地爆炸了 国家反恐怖部长老麦 正在向朱利亚汇报 三名警察和两名嫌犯当场死亡 五名警察受伤 老麦说 爆炸发生在西斯岸小学附近 万幸教职工和学生五一受伤 听到学校名朱利亚一惊 老麦发觉不对 你知道这个学校吗 朱利亚马上摇头否认 朱利亚跟大卫透露爆炸案信息 得知发生在自己孩子学校附近 大卫大惊 警局总司长告诉大卫 已经让他的家人去了安全屋 此次恐怖袭击的目标 就是报复大卫 因为大卫已经成了袭击对象 出于他和家人的安全考虑 也为了避免朱利亚收到连累 暂时将大卫调职 大卫很愤怒 这不应该调查 是谁泄露自己和家人信息的吗 但是知道按规定只能这样 回到安全屋 小薇也因孩子受到连累 和大卫大吵一架 大卫和巴脸喝酒 看着电视里的朱利亚 巴脸再次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厌恶 并不断向大卫灌输这种思想 小薇接到一个快见 里面是儿子的特殊学校录取通知书 小薇急忙喊来大卫 两人都很开心 但是又疑惑 高层继续开会 由于伦敦反恐听安妮 仍然毫无进展 国安局老安在旁山风点火 朱利亚很愤怒 指责安妮办事不力 效率低下 决定要国安局插手协办 国家反恐部长老麦和安妮再次抗议 此言一出 全场诧异 所有人甚至朱利亚自己都不知道 大卫一个小小保镖 怎么会受她牵挂 会议结束 安妮忍不住对老安来了一句 警局司长再次找来大卫 安排他恢复朱利亚的保镖工作 大卫很意外也很高兴 司长说了一句很意味深长的话 重新回到岗位 朱利亚有意无意看向大卫 眼神似乎充满了安全感 晚上两人一起吃了外卖 得知大卫婚姻岌岌可危 表情有些意味深长 大卫猜到 是朱利亚帮忙儿子申请学校问题 表达了感谢 护送朱利亚的路上 毫无防备 一颗子弹就打穿了玻璃 紧接着第二枪 司机当场死亡 鲜血四箭燃满朱利亚全身 大卫赶紧控制车辆停下 告诉他卧倒 子弹可以穿透窗户 但穿不过防弹车身钢板 随即 立马呼叫支援报告位置 有人刺杀朱利亚 通知随行车辆安保 敌方情况不明确 你们暂时不要下车救援 子弹一颗颗地打来 车身已经千疮百孔 朱利亚吓得心惊肉跳 大卫握住他的手 不停鼓励安慰 大卫发掘子弹 全都来自左边 立马从右侧开门下车 伸出手机拍了张照片 放大之后 看到了狙击手 再次呼叫指挥中心 报告狙击手位置 同时质问防弹警车 为什么还未到 指挥中心回复 还有两分钟左右 大卫很愤怒 你刚刚就说两分钟 现在这辆车就是个活靶子 大卫迅速拖下驾驶员 启动车辆 一边安慰朱利亚一边倒车 行驶中子弹不断打中车身 最后终于脱离危险区域 将车停稳之后 大卫打开车门 拿起一把冲锋枪 让后车安保照顾朱利亚 持枪冲入大楼 高声表明自己警察身份 让一名大厦保安带路 迅速来到屋顶 想要拦截匪徒 由于他的行动如此之快 匪徒还没来得及撤离 迎面被大卫拦住 待看轻凶手之后 大卫目瞪口呆 居然是自己的战友巴脸 巴脸眼见着情况 要脱身是不可能了 告诉大卫 总得有人阻止朱利亚 掏出手枪自杀了 大卫震惊加悲痛 久久无法平复 朱利亚被转移到安全屋 惊魂未定的她极度愤怒 不知为什么 当时警方半天没有支援 把我们留在交火处 怀疑是伦敦反恐听安妮 故意为之安排的暗杀 大卫不知如何安慰 那一刻 朱利亚不再是女王 而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女人 她让大卫抱住她 仿佛趴在这个男人的肩上 才能有着无限的安全感 朱利亚紧张的内心开始放松 一股说不清到不明的暧昧气氛 开始在房间内弥漫 于是 两人发生了难以抑制的关系 清晨醒来 朱利亚很尴尬 躲在卫生间 不知如何面对两人关系 大卫依然沉着冷静 迅速恢复了工作状态 警局司长和安妮叫来大卫 首先表扬了一番 大卫沉着冷静的表现 一开始离间大卫和朱利亚 告诉大卫 朱利亚早知道 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 是你孩子的学校 如果事先告诉你 你就可以提前安排子女的安全 但是她没有 让你孩子陷入危险之中 大卫得知很惊讶 司长和安妮趁热打铁 命令大卫监听朱利亚 晚上回到酒店 朱利亚和大卫 情不自禁走向中间的一扇门 脚步很轻 各怀心思 他们都知道 这扇门一打开 两人将会陷入很复杂的关系 最终 欲望战胜了理智 朱利亚还是轻轻打开了门 两人再次陷入情迷无法自拔 内政大臣遇袭 朱利亚已经下得六神无主 朱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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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大卫的沉着冷静 安全脱险 并且迅速找到狙击手 但是发现是自己的战友巴脸 随后巴脸自杀 给大卫内心造成巨大的震动 这件事在全国造成轩然大波 作为唯一见过狙击手的人 大卫接受讯问谈话 沙哥和雷妹两位高级督察负责此案 出于私心 大卫并没有说出和巴脸的关系 他不想和刺杀案凶手扯上关系 否则可能会被人发现有战后综合症 进而会失去这份可以养活家人的工作 回到酒店 大卫听到隔壁有人来访 他出于对朱莉亚的好奇 加上对上司监听任务有一个交代 于是拿出司长和安妮给的监听设备 窃听中得知神秘人将一份材料给了朱莉亚 并且这份材料只能现实阅读 超时查看就需要找他提供解码 听到关门声响起 大卫追了出去 向来人何时身份 那人很平静地说出了名字 理查德 然后转身离开 朱莉亚看着平板里面的内容 简直骇人听闻 是英国首相的不堪黑历史 包括酗酒 性侵 吸毒等等等等 有了这份资料 将首相拉下码是分分钟的事情 大卫回到办公室 在警方系统搜索理查德的信息 但是一无所获 能不在警方系统留下任何记录 又能通过重重审查自由和内政大臣见面 那一定只有国安局能做到 果然 第二天国安局局长老安便和朱莉亚见了面 询问是否看过资料 这一切都被大卫看在眼里 又是一晚的激情过后 大卫趁朱莉亚睡着 悄悄起身 将那个平板偷出 想要搞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打开一看 都是关于首相的黑料 无比震惊 次日来到司长办公室 向司长和安妮汇报了这件事 但是并没有说出平板内 朱莉亚来到议会演讲 气场强大 口若悬河 强势推行自己带头制定的 调查权法案 包括首相在内都听得危机感十足 轻而易举地拿下议会投票 接下来缺少的只是民众选票 只要获得国内支持 朱莉亚就能取代现任首相 议会结束 高级顾问小胡子 极力劝说朱莉亚去大学演讲 以增加曝光获取支持 警方仍然在调查狙击手身份 不过暂时没有突破性进展 朱莉亚要私自出城一次 打电话要大卫一人随行 夜幕降临 两人来到目的地 临下车的朱莉亚说 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来过这里 如果我出了意外 就去我公寓的相框寻找答案 大卫注意到 这所别墅的主人 正是现任英国首相 看样子 朱莉亚要找首相摊牌 让他体面退位 事关重大 国安局局长老安 第一时间得知消息 朱莉亚拿到他提供的黑料 却没有按照他俩原定计划 而选择私下直接找首相面谈 让他极为不满 反恐部长老麦和朱莉亚前夫 党鞭杖老罗 得知消息也非常惊讶 两人隶属首相一派 觉得朱莉亚即将得到首相的宝座 开始商量对策 几天之后 朱莉亚准备前往大学演讲 她的演讲稿早已备好 装在箱子里 由顾问老布负责 但是老布突然找到顾问小胡子 说自己临时有事 无法一同前去 交代小胡子前去将演讲稿递给朱莉亚 朱莉亚到达会场时 一些反对派已经开始示威游行 反对朱莉亚上台 甚至有人开始丢起了鸡蛋 现场整体环境非常复杂 加上最近的刺杀行为 大卫精神高度紧张 护送朱莉亚进场 观众陆续入场 同事金发妹告诉大卫 最后的安全检查已经完成 一切准备就绪 在休息室 朱莉亚上场前和大卫袒露心声 上次学校炸弹案 我的确第一时间就知道是你孩子的学校 我们怕透露消息会让恐怖分子改变目标 所以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你 但我已经安排了足够的武装警员暗中保护 所以不会有任何事 朱莉亚拉住大卫的手 此刻 高处不胜寒的她 已经把大卫看作最亲近最值得信赖的人 演讲很快开始 朱莉亚仍然魅力十足 口弱悬河 感染力极强 大卫却神经紧绷 仔细观察着周围任何人的一举一动 看着眼前能力如此出众的女人 大卫不禁深受感触 此时 大卫对面的窗外 有一个人隐闪过 大卫立刻警觉赶出去查看 发现是朱莉亚的顾问小胡子 大卫询问她有什么事 小胡子神色慌张 说朱莉亚的演讲稿有个大错误 她想要去会场 后台提醒 大卫警觉地下令她把箱子打开 小胡子展示了公文箱 在一番检查 过后放小胡子进入了会场 大卫转身向会场内走去 金发妹前来咨询 是不是发现什么不对 大卫回答虚惊一场 朱莉亚仍在演讲 此时 小胡子出现在旁边 金发妹 好像发现了什么 急速向演讲台跑去 大卫见状感觉不对 也冲向台上朱莉亚 大卫挣扎着起来 整个会场烟雾弥漫 惨叫声此起彼伏 大卫找到朱莉亚 她已经倒在地上 奄奄一息 来到医院 全国都在报道内政大臣 遭遇炸弹袭击 顾问老布 反恐部长老麦 朱莉亚前夫挡边杖老罗 第一时间赶到 老罗怒斥大卫没有保护好朱莉亚 大卫失落痛心地离开 伦敦反恐厅厅长安妮心情沉重 此事如此重大 恐怕也因为自己的工作也没做好 责任难逃 老莎和雷妹开始率队调查 排查监控录像 顾问小胡子有重大嫌疑 怀疑是文件箱暗藏炸弹 但是他已当场被炸死 黑妹先带队搜查了大卫的家 并无异常发现 因为大卫身为贴身保镖 又是最后一个与小胡子接触的人 同样有嫌疑 老莎和雷妹开始询问大卫 大卫得知同事金发妹已经当场身亡 又增加了悲痛 然后实话实说 小胡子作为朱莉亚顾问 身份背景已经过严格审核 他当时要去给朱莉亚送修改的演讲文稿 自己也已经检查文件箱并无炸弹 没有理由再阻拦小胡子进入会场 但是老莎和雷妹言语间 似乎已经不相信大卫 把他当成小胡子的同谋 但是暂时并无实据 于是放走了大卫 大卫回到安全屋 失魂落魄 问妻子小卫一句话 小卫不再说话 起身离开 大卫翻找小卫的包 拿出了自己公寓的备用钥匙 然后回到医院 等待着朱莉亚的抢救消息 反恐部长老麦 暂时代理内政大臣职务 目前没有任何恐怖组织 对此次事件负责 伦敦反恐厅厅长安妮 指责国安局局长老安 是他们部门失职 导致小胡子混入核心部门 老安否认是小胡子制造爆炸案 反怪安妮没有做好会场安全检查工作 争吵不休 老麦很生气 出言制止 目前只有一个线索 火车爆炸案 小学爆炸案 狙击手刺杀案 会场爆炸案 四起袭击案 应该是由同一伙恐怖分子所为 老麦发令 否决朱利亚的国安局协查决定 由警方全权负责 会议结束 安妮一脸得意 嘲讽了老安 此时 大卫在医院得知朱利亚不治身亡 一时间悲伤欲绝 回到自己公寓 大卫拿出藏在吊灯后面的手枪 给小薇和两个孩子 留好了三封一束 这一系列的打击 已经让原本就有战后创伤应激症的大卫 再也无法承受 他缓缓举起枪 对准太阳穴 扣动了扳机 小薇清晨醒来下楼 发现大卫不在 隐隐约约预感不妙 从昨晚谈话 和发现公寓要是不见意识到不对 来到大卫门前急促地敲门 门打开了 小薇看到大卫太阳穴的灼伤 一番追问下 大卫承认自杀未遂 只不过想不明白 为何手枪内被换成空包弹 小薇着急万分 坚决不让大卫独处 带着他回到了安全屋 看着眼前的孩子 大卫抱住他们哭成了泪人 他差点成了一个懦夫 一个不敢面对 只想抛下一切一了百了的懦夫 大卫振作精神 想查清谁 换了他的子弹 还有这一切的恐怖袭击幕后主导 到底是谁 老沙雷妹继续排查监控 发现了端倪 小胡子的公文箱 是顾问老布在前往大学演讲之前 交给小胡子的 老沙雷妹开始审问老胡 为什么朱利亚这么重要的演讲 你却缺席 是不是提前知道会爆炸 老布回答临时有事 雷妹又给他看了监控照片 正是他递给小胡子文件箱 老布一口咬定 就是普通文件 由于已经死无对证 老沙雷妹也只好放走了他 大卫来到和朱利亚的酒店 准备先从送资料的理查德查起 结果意外发现 理查德出现了15分钟 监控全被抹去 没有一个摄像头拍下理查德 安妮决定再次提审火车炸弹案的中东女 她认为中东女会相信大卫 于是雷妹开车接来大卫 雷妹注意到大卫头上的子弹伤痕 见到大卫 中东女明显放松了很多 说出了炸弹是丈夫给他的 她丈夫的炸弹也是别人给的 但是丈夫根本不告诉她多余的信息 出门就把她锁在屋里 只有一次带她出门 见到一个男人给了她丈夫炸弹 雷妹马上拿出包括小胡子在内的嫌疑人照片 但是中东女都摇头表示 那个男人不在这些人之中 结束审问 大卫告诉雷妹 怀疑高层之中有人坐手脚 并且说出一个叫李查德的人 居然能出入内政大臣房间 且神不知鬼不觉地删除监控 大卫怀疑国安局是幕后黑手 雷妹无奈地说 那不是我这个级别能过问的 叫大卫住手 不要再查 晚上 大卫接到雷妹打来的电话 鉴定专家已经得出结果 炸弹不是在公文包 而是在演讲台下面 小胡子排除了嫌疑 那不是大卫的错 雷妹又查看了监控 果然如大卫所说 有部分被抹去 这下相信了大卫 请他前来协助调查 大卫根据记忆 画出了理查德的画像 这边调查狙击手巴脸 也获得进展 查出他以前是阿富汗退伍军人 告诉大卫这一切 大卫表情很复杂 此时更不能说出 和巴脸的关系了 不然又会受到嫌疑 但是他心里也清楚 很快就会被查出 他们的关系 再次提审中东女 再一次指认嫌疑人 这次多了巴脸的照片 大卫很紧张 他不愿相信 占有属于恐怖组织 中东女还是摇头 大卫松了一口气 情急之下 拿出理查德的画像 没想到 中东女居然点了点头 表示就是这个男人 给丈夫的炸弹 大卫和雷妹都震惊了 难道国安局 真是幕后黑手 但是老沙以电子画像 不可以作为证据为由 不愿意调查国安局 大卫愤怒离开 回到家 大卫打开自己 藏起来的一个U盘 插上电脑 里面是当时自己 监听朱利亚的一些录音 根据自己当时 看到的平板资料回忆 记下一些关键词 来到一间黑网吧 开始搜索查询 依然所有黑料 都指向当今首相 这时 一辆车缓缓开来 下来两人进入网吧 大卫早已躲起来 暗中观察 发现司机正是当日 朱利亚会见的理查德 大卫迅速记下车牌照 回到办公室查询 但是该车辆并无任何信息 司长出现 警告大卫不要再查国安局 带着他来见安妮 大卫说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 一旦在网上输入关键词 就会触发国安局的警报 然后根据ID地址 派人来抓人 大卫说出了理查德 给朱利亚首相黑料的事情 但是 平板电脑现在已经不知所踪 司长和安妮十分震惊 推测是首相 反恐部长 是谋杀朱利亚的幕后黑手 如果真是这样 这也太过惊人 大卫来到救治朱利亚的医院 故事表示 朱利亚的前夫老罗 当时第一个赶来 相比关心伤势 似乎更着急寻找一个 朱利亚的随身物品 大卫意识到 平板还留在外面没被找到 大卫找到老罗 问他当时 朱利亚命悬一线 你为什么 却着急寻找什么资料 老罗当然矢口否认 大卫警告老罗 如果我发现 朱利亚的死跟你有关 我饶不了你 大卫在顾问老布门口 堵住了他 威胁他把知道的说出来 否则不保证他和家人的安全 老布无奈 跟随大卫来到警局 原来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大错 因为朱利亚和国安局走得比较近 导致反恐部长老麦和党鞭帐老罗 感觉很被排挤 于是故意在朱利亚演讲稿 添加一些不易察觉的错误 最后时刻让小胡子拿给朱利亚 让他没时间检查 然后镜头前出丑名誉受损 这只不过是高层内斗的一些小手段罢了 仅限于此 根本不至于刺杀朱利亚 至于什么污点材料 老布更是压根没听过 大家都很疑惑 要不是高层的人 谁那么大的能力 通过守卫森严的安保 在演讲台下埋下炸弹不被发掘 国安局老安找来理查德 质问警方怎么知道他的存在 理查德意识到 肯定是大卫说的 因为只有他看到自己的脸 于是准备行动 让大卫不再继续调查 果然 总警司找来大卫 有人提供了确切证据 证明朱利亚和大卫 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大卫马上就反应过来 理查德在朱利亚房间内 安装了窃听器 司长让大卫不要再插手了 不然将是朱利亚的丑闻 大卫很生气 那群人眼看我就要查到真相 故意整我 你现在却要我停手 转身离开 大卫找到小薇 坦白了自己和朱利亚的事 没想到 小薇并不吃惊 说昨天有人来跟我说过这件事 大卫一惊 问是谁 小薇说不知道 好像是警方的 还问我你有没有拿回家朱利亚的私人物品 大卫掏出手机 给小薇看了理查德的画像 小薇马上就认出是这个人 大卫明白 是来找平板电脑的 他意识到 平板还没被人找到 跟小薇说来不及了 转身离开 想先找到平板 雷妹找到大卫 他们也得知了国安局派人询问小薇情况 还去了大卫家人住的安全屋搜查 这种种情况表明 国安局没有找到污点材料的平板 并且认为大卫知道 平板在哪里 大卫很懵 他的确不知道 雷妹说 他们认为你知道 同样我也认为你知道 我们一起去朱利亚的公寓再看看 来到公寓 里边已经被警方搜索了无数遍 大卫转了一圈 突然发现桌上的相框 想起朱利亚去首相府的那晚 但是大卫并没有告诉雷妹 而是表示抱歉 他也没有新发现 大卫在咖啡馆思索线索 一位美女前来打招呼 居然是前段时间被开除的秘书 很意外在这能碰到她 于是两人交换了电话 秘书离开的时候 大卫拿手机拍下了秘书上的车 正是那辆当日接走她的路 大卫找到雷妹 说出自己的怀疑 我们都把秘书给忽略了 因为秘书虽然离职 但是对朱利亚的形成安保 还是会很熟悉 通过图片放大 查出司机是一个黑帮高层老奴 大卫明白了 朱利亚生前推行的 调查权法案 一旦她能当上首相 势必执行 这个法案强调加强通讯的监控 这不但对国安局等部门是威胁 对黑帮组织更是威胁 也许想除掉朱利亚的 是黑帮组织 司长叫来大卫 说收到报告 大卫曾经想要自杀 精神不适合在工作 强制下令 给大卫停了职 大卫以为是雷妹打的小报告 打电话骂了雷妹一通 雷妹感觉莫名其妙 大卫深夜偷偷来到朱利亚公寓后门 潜入她的房间 拆开相框 果然里面有那个各方势力 都在寻找的平板 大卫将相框恢复原状 拿走平板离开 老沙向安妮汇报 根据大卫提供的情报 准备开始调查黑帮高层老奴 老沙很生气 私下里跟黑妹聊天 怀疑安妮是警方内奸 因为安妮曾任反黑族组长 跟老卢打过多年交道 有传言她一直包庇老奴 秘书约大卫在一所酒吧见面 大卫并不知道她的目的 刚好自己也有很多疑惑 想要询问 于是前来赴约 双方都在试探性地聊天 结果此时 秘书说了一句对不起 然后老卢出现 聊天中得知 大卫家里的空包蛋 就是老卢派人换掉的 今天秘书只是诱饵 把大卫骗来 然后老卢手下将大卫打晕 强行带走 雷妹这边查到了最新资料 狙击手八脸 居然跟大卫是战友 大吃一惊 连忙汇报了老沙 认为大卫极有可能是同谋 并且从监控得知 大卫潜入了朱利亚公寓 只停留一分钟 说明目标很明确 极有可能拿到了污点材料的平板 两人都感觉被大卫耍了 非常生气 要将他缉拿归案 大卫醒来 发现自己在一个小房间里 身上被绑满了炸弹 而且开关被胶带固定在大拇指上 一旦手指松开 马上就会爆炸 大卫紧张的血压飙升 他找到一块破布 裹在身上遮住炸弹 打开门来到了大街上 请求路人打电话报警 报告了位置 不一会 警车呼啸而至 大卫心想不对 怎么阵仗这么大 全是武装特警 司长也来了 他大概知道自己 已经被当成恐怖分子 成了替罪羊 看到自己的妻子也来了 大卫走了出来 高声喊着不要开枪 目标出现 一时间 整个街道的警察 将枪对准了大卫 让他举起双手投降 大卫强烈要求自己可以解释 但是特警根本不听 大卫怕警察开枪 只能将破布掀开 露出了身上的炸弹 所有警察都吓了一跳 开始往后退拉开距离 正处市中心 爆炸将会损失惨重 特警立马让他前往开阔地点 国安局老安也通过监控 注视着现场行动 此时各方目光 全聚集在大卫身上 大卫听从命令 慢慢走到一片开阔空地 大卫四周被警察包围 随时有可能被击毙 司长吩咐雷妹 送去一个对讲机 想要劝他投降 大卫解释 手里的是施压开关 一松开就会爆炸 炸弹是被老炉装上的 自己是被陷害的 之所以隐瞒和巴脸 是占有的信息 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幕后视力很大 很有可能自己就会被当作替罪羊 本想查完案件再澄清 司长表示不会相信 你肯定参与了刺杀朱利亚 你欺骗了我们所有人 然后不再谈判 转身离开现场 大卫真感觉百口莫辩 此时小卫也到达现场 大卫大喊 不要他过来 然后让雷妹叫拆弹专家过来 雷妹也不相信 大卫是被陷害的 此时尚曾下令 击毙大卫 此时老安通过现场画面 正在监听对讲机频道 老沙感到 他想查个水落石出 哪怕真的是大卫做的 如果现在把他击毙 那么死无对证 所有的都无法再追查了 老沙拿起对讲机 让大卫说一下身上是什么炸弹 大卫可以确定 身上的炸弹跟火车炸弹案 中东女身上的是同一种 老沙告诉大卫 我们已经确定刺杀朱利亚 有警方的内奸 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不得不怀疑你就是那个内奸 雷妹只问他 为什么偷偷拿走 有污点材料的平板 大卫解释 并不知道国安局 反恐怖 警局到底哪一派有内鬼 不知道该相信谁 所以只能先自己保管 老沙问他平板在哪 大卫说 在公寓楼下浴室的灯上方 老安这边监听到 马上派人抢在警方前面去取回来 这时 大卫突然打了个4的手势 老沙心领神会 将对讲机频道切换成4 老安紧急让手下调换频道 等切换成功 由于语速过快 错过了大卫说的几句话 老安一方没有监听到 原来大卫说 我们的频道可能被人监听吗 通知搜查队 千万不要去动态盏灯 在公寓门口守着就好 此时 理查德已经打开大卫公寓门 冲进卫生间 伸手取下灯管 结果触发了大卫 事先准备的辣椒水机关 顿时 两眼 火辣辣睁不开 警察也已赶到 将理查德现场逮捕 老沙告诉大卫 一人被捕 跟电子画像里查得非常吻合 国安局老安恼羞成怒骂了一句 拆弹专家上前 仔细检查了炸弹 拆开控制器 没有把握拆除 准备回去跟同事商量再决定 此时 伦敦反恐听听长安妮赶到 开口就认定大卫是恐怖分子 室内间 不再想听大卫解释 命令大家退出安全线 准备击毙 老沙很愤怒 告诉雷妹 安妮就是想要大卫死 然后就可以把所有罪责都背在她头上 大卫知道自己即将被击毙 倍感绝望 小卫没有犹豫 奋力跑向大卫 大卫大呼 不要她过来 不然 有可能两个孩子 同时会失去父母 小卫还是无条件相信丈夫是无辜的 由于大卫旁边多了一个公民 警方不敢再执行击毙命令 以防爆炸伤及无辜 大卫要求自证清白 不管安妮的阻拦 和小卫慢慢走向自己的公寓 警方无奈 只能派人远远跟随 此事已通过媒体现场直播 老麦则怪安妮没有处理好 此时老安出现 几番交谈 各方势力最终浮出水面 原来 伦敦反恐厅厅长安妮并不是内奸 他才是一直寻求真相的一方 反恐部长老麦和国安局局长老安 也不是内奸 但是同属首相一派 势必要大卫手中的黑料永远消失 至于是谁暗杀了朱利亚 他们根本不在乎 安妮说了一句 那我们看看你们能不能让公众幸福吧 推门离开 大卫小微来到公寓前 大卫让小微在院子里 挖出了平板电脑 告诉老沙 这份材料足以惊世骇俗 并且能证实国安局参与其中 我家里的手枪 身上穿的炸弹背心 上面也一定有嫌犯的指纹和DNA残留 只要提取出来 就能找到陷害我和制作炸弹的人 大卫让小微送证据过去 然后拆弹专家遥控一台机器车 现场对他进行拆弹指导 大卫让所有人远远离开 开始动手拆弹 过程就不说了 主角光环定律 拆弹过程非常惊险 就在最后一步的时候 大卫问老沙 理查德现在什么情况 有没有被人放走 老沙拿起手机 是雷妹发来的消息 说理查德被释放了 大卫得知消息不可思议 深知幕后势力强大 自己就算拆弹成功 也会被逮捕冠上莫须有罪名 就当他剪最后一根线的时候 他告诉所有人再退远一点 众人也担心爆炸威力 拉开了很远距离 大卫环顾四周 心跳加速 动手剪掉最后一根线 万幸拆弹成功 大卫不假思索 转身逃跑 由于警察离得距离太远 转眼间大卫已经不见踪迹 秘书回到家 大卫已经在此等候 秘书吓得惊慌失措 大卫逼迫秘书打电话给老卢 设下陷阱 就说有内部消息 内奸要招供了 那么老卢一定会想办法 堵住内奸的嘴 这样大卫跟随老卢 就能找到内奸 果不其然 老卢开车出发 大卫开车远远跟在后面 只见老卢来到一个车库门前停下 大卫马上下车 跟上查看 只见老卢拦住一个人对质 此人居然是大卫上司 国家警察局司长 大卫怒不可结 悄悄上前 打倒老卢手下 抢下枪 让老卢跪下 大卫终于问出真相 老卢暗杀了朱利亚 大卫愤怒地 就想当场射杀老卢 最后一刻 空放一枪忍住了 然后看着司长 说一切都结束了 雷妹告诉大卫 根据他公寓的空包弹和炸弹背心 踢取刀的指纹 正是老卢的手下 大卫已洗脱嫌疑 雷妹握手之前 司长坦白了罪行 他向老卢这些年 一直提供警方信息 包括朱利亚几次遇刺的行程 及安保情况 导致最终朱利亚被炸身亡 并承认了设计陷害大卫来背锅 但是否认了小学炸弹案 表明自己再怎么样 都不会对手下的家人下手 大卫突然反应过来 整个事件居然遗漏了一个 最不起眼的人 是的 那个看似柔弱 被丈夫逼迫 受禁欺凌的中东女人 他在火车上看过大卫子女照片 大卫也说过子女姓名 于是在狱中通过关系 操控外面的成员实施报复行动 大卫身上的炸弹 有中东女的指纹和DNA残留 原来她是一名工程师 所有恐怖分子用的炸弹 都是她制造的 包括炸死朱利亚的那一枚 当时指认理查德的照片 也只是故意干扰警方调查视线 所有人都被她欺骗了 根据大卫提交的材料 首相也被指控 今天就会宣布下台 老安也提交辞呈 老麦仍在在位 司长 老卢 秘书等悉数归案 大卫问平板的污点材料 是谁泄露的 安妮一脸得意 却说我怎么知道 大卫意味深长的一笑 安妮让大卫接受心理治疗 然后归队 最后 经历生死的大卫和小薇 重归于好 一家四口 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整部剧有不少的bug 最后一集是常常达近80分钟 就快达到电影的标准了 以此来解释所有悬念 但是还是潦草结尾 很多漏洞没有解释清楚 应该会有第二季来详细阐述 不过丝毫不影响 这是一部高分神剧